这个匹帅匹帅的男人竟然是佛祖世家 在人神大战第五场结束后 他本应代表神明出战第六场对局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当着众神的面直接反水 由于狡诈之神洛基信不过世家 便打算在赛前来找一下这个佛祖的茶 当然世家也是肯定不足 虽然洛基也确实很想把 但迫于佛祖的威压 也只好以笑脸相拟 但洛基怀疑女武神的神器恋成和世家脱不开关系 因为人类能随便防御神的权力一击 必或是将神逼入绝境 甚至是斩杀神迷 这都不是半人半神的女武神 可人类结合后的力量能够办到 他知道佛教有一种秘术叫做一连脱圣 只要双方将生命脱付给对方 就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 可洛基嘟浪半天世家是一点也没听进去 我猜世家只顾着吃棒棒糖了 两人的气场瞬间爆炸 一场神明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 没想到天界处刑欺负神突然来到 本就和世家模拟有过节的他们 当即就要灭了 可世家却完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就在欺负神准备动手时 却被一旁看戏的洛基篮下 不过在打架方面世家从未怕过任何人 强大的气场直接将众神压得转破起 就在这时 人类阵营的左左目刚好录 面对这种以多欺少的场面 左左目直接选择拔刀相对 站在世家模拟这边 左左目话音刚录 又有两人加入了战绕 而此人正是天然里心流冲田走私 看来一场框石大战在所难以 家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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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家